在英文周边选举商品专门贩卖的小英商号 今天在台北市开张了旗舰店 特别是开幕首卖的小猪便当盒 受到广大好评 2 1 开门啦 倒数321小英商号旗舰店 中午11点准时开张 小小的六瓶店面不到10秒 挤爆抢购人潮 人人一个购物栏 准备大开杀戒买个购 我大概9点都到啊 看没人走一走10点左右过来 这边比较近 有人不到9点赶着抢头箱 就怕买不到这款新出炉的小猪便当盒 淡淡粉红色还有双颊层 一个要价220元物超所值 紧紧抓住选民的心 尤其是更多的小朋友的T恤 小朋友使用的东西 我们也希望透过小朋友 牢牢的抓住父母的心 牢牢的抓住这些相关的一些选票 小英商号禁军首都 才因为圣洁时住院的民进党 台北市党部主委庄瑞雄 刚出院就抱病亲自出马当揭幕人 小猪推出新商品 同一时间 民进党立委候选人 李建昌审发会 两人联手发小猪铺满抢人气 李建昌审发会 搭小猪铺满顺风车 借力使力 要突破三强鼎力重围 杀出一条胜利之路 三宣综合报道 李建昌审 曾经